計算日期裡面,計算天最簡單 因為天基本上就是1 反正你未來的日期一定會比舊的日期來的大 因為再增加 所以減完之後呢 就是知道它的日期 它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相差幾天這個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相差幾個月就比較難 比如像我想知道716天到底是相差幾年 幾個月有幾天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不能用剛剛直接減 比如說這個日期減這個日期 得到就是天數啦 那如果你要得到的是幾年幾個月 又幾天的話,哇那麻煩了 有沒有 你總不能說我除以365 除完之後剩下來再除以30天 不行啦 因為年跟月有的時候 有論年跟論月的問題 有大月跟小月 所以其實年跟月 其實是日期計算最麻煩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說假設 你遇到那個計算年跟月這種麻煩的問題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會用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叫Dedif OK 這個Dedif的話呢 其實主要就是解決什麼 解決那個計算月跟年的麻煩地方 那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呢 這一些人喔 有沒有 假設我想這個計算員工喔 他出生到今天為止 總共活了幾歲 N是指計算的年的部分喔 幾個月又幾天 其實應該算他生長沒什麼意思 如果是算稻值日好了 比如說從他稻值到現在 他總共年之 那如果年之不是只有年 我想要年月日都有的話 其實也可以換個方法喔 那其中的話呢 主要就是利用Dedif這個函數 就可以幫我們解決 所以Dedif這個函數喔 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會用Dedif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簡單了 所以第一個喔 我們在計算精確的年月日之前 我們先大概了解一下 Dedif到底有哪些參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這個函數很重要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日期跟這個日期 相差幾年 結果有沒有 那當然啦 第一個啦 你插入函數 你想說老師 我這個應該日期實驗函數 那應該在這裡面 應該會查到Dedif 有沒有 你會發現Dedif 奇怪 D開頭的怎麼沒有出現呢 跟各位講喔 這個Dedif函數還蠻特殊的 因為這個函數喔 很重要 但是他沒有辦法在清單裡面顯示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Dedif最早出現的時候 並不是在Excel 而是在Excel的 之前的另外一個對手 就是在一個很舊的一個 軟體喔 叫Lotus-123 因為在Excel Dos底下有沒有 以前 試算表喔 最有名的不是Excel 而是Lotus-123 那Excel出來之後 Lotus-13就沒人家用了 他為了說相容於Lotus-123 那因為Lotus-13有這個Dedif 所以呢 他就把那個Lotus-13 這個函數拿來用 但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專利的問題 你這個Dedif我有 我如果不開放給你用 你不能幫我把它列在清單 所以他用了一個所謂的相容模式 那什麼相容模式喔 就是清單裡面沒有 可是喔 你可以用打的 也就是說喔 你直接在這邊打Dedif 記得字不要拼錯喔 Dedif 然後錢刮符 也就是說呢 自己打OK 但是清單不會出現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後面的話 有一些參數可能要注意一下 Dedif總共需要給他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前面的日期 前面日期就70年 所以呢 這個日期 逗點 跟這個日期 相差幾年的話呢 那第三個參數呢 就是你要計算的到底是 年呢 還是月呢 還是日 所以呢 我們要計算是年 所以你給他一個Y 當成是要計算的參數 打個勾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計算出來了 這個日期跟這個日期 相差了25年 好不好 26年 那你想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喔 我相差幾年 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 對 其實另外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用我們剛剛講過的一個函數 叫做逸爾 還記得吧 年嘛 逸爾 那逸爾另外一個方法啦 就是我取20... 這個日期裡面的年的部分 取出來之後是2006 對不對 那2006呢 我減掉1981比較好了 減掉 比較簡單 拿公司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 貼到後面之後 把那個B3改成A3就可以了 那打勾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也會是26年 那你想說那老師我以後計算年 我用這個方法就好了 我不用這個方法啊 其實也可以啦 不過兩者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哪裡不一樣呢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說呢 就是如果假如起始年跟結束年 如果相差的那個月份部分沒有滿的話 比如說我把這個結束日期改成8月12好了 8月15到2006年8月15到8月12 12還沒滿到15嘛 15才滿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改一個月份 Enter 你會發現結果會變成怎樣 這個本來是10月 它是26 可是我把它改成8月12的話 還沒滿 你們會發現它變成25 也就是說DATIF 它在計算的過程當中 它會去考慮到月跟日有沒有滿的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用一盒的話 它不管 反正年有到了它就算多一年了 OK 所以你可能要看你實際上的邏輯喔 如果你那個邏輯喔 是只要看年就好 那你用一盒 可是如果月跟日都要滿足的話 那你可能要DATIF 這個第一個問題喔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曼時啦 曼時當然我向下填滿一下 我把這個改一下 直接改成M就可以了 那顧名思義啦 相差幾個月 相差幾個月喔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DATIF裡面最好用的 因為月份喔 你不能用30天去除啦 你不能說 我先算相差幾天之後 然後一律把它除以30 可能除以30是得到的是一個接近的數字 但是是不精確 你問什麼 因為可能有 有月份有大有小 有28有29 但是喔 如果你用DATIF的話 這些他全部都幫你考慮進去了 算出來的話 那就絕對是正確的月份 那這個月份的話呢 就沒辦法用其他的方式喔 你不能說 老師我是不是可以用曼時 曼時很抱歉 曼時函數的話 你只能取到那個量 你只能取到什麼 取到8跟取到10 那年怎麼辦 那就麻煩了 除非說呢 你先年減完之後 再去減那個什麼 減月份 那月份還要比較說 到底前面的大 還是後面的大 有沒有 再用一個邏輯 如果前面的大的話呢 有沒有 如果前面的大 那你就再做什麼 後面的大再做 那光那個公式喔 哇 弄起來真的是太麻煩了 那如果你用DATIF的話 其實就簡單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 DATIF最厲害的地方 應該是在計算月份的地方 我是覺得最好用 那相差幾天的話 你想說 那老師我相差幾天 是不是直接把它改成D就可以了 其實DATIF最不... 因為日期就是一個整數嘛 減掉另外一個整數 後面的時間 後面的時間 減到前面的時間 打個勾 得到的結果 一樣會跟這個一模一樣 那你會發現啦 那這樣減完 反而簡單 你這樣子 DATIF反而公式 複雜一些些 所以啦 如果你是天減天 直接就OK了 你就不需要用DATIF啦 所以DATIF這個地方 應該是最... 不需要用的 OK 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其實DATIF還有其他的妙用 什麼妙用 就是說你減完... 減完那個什麼呢 算完年之後 剩下幾個月 它會有點像早齡的概念 剩下幾... 比如說下面這個地方 所謂的YM 那YM實際上就是說 那你算完年 比如說... 把它改回來 這個是10月好了 我把它改回來 好 那這個日期是26年沒錯啦 那26年8月26年算完之後 還有找... 找什麼... 找那個剩下幾個月 也就是幾個月 8月15到10月12 有沒有 相差... 我知道是26年 可是幾個月 過了26年沒錯 但是又過了幾個月 你會發現 8月15到10月... 應該是又過了一個月啦 有沒有... 因為... 還沒10月15號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說 相差... 過了年之外 剩下... 還過了幾個月的話 那你可以用YM 有沒有... 它告訴我... 還...又過了一天 那一... 一個月啦 就是26年又一個月 那接下來的話... 一個月... 剩下來又幾天 特別是... 如果剩下幾天的話呢 又可以用MD 也就是說... 把它向下... 這個YD用的比較少了 所以我直接... 這個你們可以在... YD指的是... 跟YM很像 差別是說... 相差幾天的意思啦 不是幾個月 相差58天 也就是... 26年又58天 那如果說我想要知道是... 26年又一個月啦 相差... 剩下幾天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MD 也就是說呢... 計算完年... 在計算完月之後 它剩下來的天數是幾天 所以是27天 那也就是說啦... 比較精確的... 這一天... 開始... 這一天... 結束... 中間到底經過了幾年... 經過了26年... 又幾個月... 又一個月... 又幾天... 又27天... OK... 所以... 假如說呢... 用同樣的概念... 我們要計算精確的年齡的話 那其實喔... 你可以利用剛剛講到的這個方法 Y... YM... MD... 套用到哪裡呢? 套用到精確的那個日... 精確年齡喔... 所以呢... 我底下的計算就是說... 我... 這個日期是它的生日嘛...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那個... 它幾歲的話... 一樣嘛... 等於什麼... 等於Dedif... 這個要自己打... Dedif... 前瓜糊... 前面的日期... 第一個喔... 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前面比較舊的日期... 豆點... 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比... 今天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Today... 小瓜糊... 豆點... 相差幾年... 年的話是Y嘛... 所以第一個是Y... 後瓜糊... 好... 這個人呢... 是50歲了... 那我如果說我今天... 後面出現的... 一個文字喔... 是50歲... 又... 幾個月... 幾個月又幾天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喔... 那請各位想想看... 怎麼樣把剛剛那個... Dedif... 這相關的參數喔... 把它帶到這邊來... 並且得到我們... 一長串的這個結果喔...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跟各位講喔... 這個Dedif... 這個... 以目前的函數來看喔... 那當然... 它基本上有一個... 無可取代的一個... 一個... 一個地位喔... 因為目前來看喔... 其他的函數如果要做出... 像那個... Dedif一樣的結果喔... 那真的是... 很複雜... OK... 尤其是計算月跟計算年喔... 所以請各位喔... 還是要... 務必把它熟悉... 那它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喔... 它這個... 公式喔... 它不能用... 插入函數裡面去... 清單裡面找喔... 你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那打的時候記得不能打錯啦...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試試看喔...